焦糖色素有很多种 它主要是增加色泽 而其中甲基米座是其中的一种 它有致癌的风险 我们来看看全球在这方面的一个标准 我们看到大陆的这个规定 还有各国的规定 大约都是在200到250之间 而日本的容忍度比较高是1000ppm 那么根据了解 卫生署初步表示 目前台湾未来所制定的标准 应该是在200到250之间 当然这个标准要在一个到两个月之内 才会出炉 而我们这次新闻当中所检验的 它是在一个夜市所用的一个 大罐装的酱油里面 而不只是酱油 你可能很难想象 对上班族影响很大的 你喝的咖啡里面可能也有 今天读物专家林杰亮告诉我们 他从来不喝罐装咖啡 因为他认为部分业者 为了让罐装咖啡颜色更好看 在里面也添加了焦糖色素 不管是瓶装 纸包还是塑胶罐 这些罐装咖啡超方便 很多民众天天都要来一罐 但漂亮的咖啡橙色 读物科医师道破其中选积 其实我不喝罐装的 或多或少可能会加点香料 加点这个焦糖色素 当然它的颜料 我想不少的都应该是真正的咖啡 只是说他把它设置 设置用的更漂亮一点 读物科医师林杰亮说 为了让咖啡颜色更漂亮 只有饮料业者会添加 衍生四甲姬咪做的焦糖色素 来增加咖啡的色泽度 而且由于卫生署 并没有列管焦糖色素的使用 从饮料的成分表 也看不出来是否有添加焦糖色素 现在我左手边的是研磨咖啡 右手边的是罐装咖啡 两者之间的颜色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我们马上来观察看看 我们把同样都是拿铁的罐装咖啡 和研磨咖啡比一比 研磨咖啡比较香 颜色也偏白 而罐装咖啡颜色就相对的比较深 再换另一个品牌做比较 同样也是罐装咖啡的颜色深多了 虽然毒物科医师说 以咖啡添加的焦糖色素含量 不至于会致癌 但是有这样的风险早早就应该管制 卫生署现在才要对民众 不知道喝了几十年的焦糖色素 做出含量管制 难免让人觉得政府的动作 是不是慢太多了 中天新闻 朱小沛 徐一昌台北报道